是 內政部民政司劉專門委員 好 解秘書長 李三世劉專門委員 李委員 秘書長好 辛苦了 秘書長我先釐清一下 從早上到現在我釐清一下行政院的態度 行政院對於我們提出來這個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草案 你們認為是第一個擔心他有違憲之餘 第二個有法律進和的問題 所以行政院不表贊同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沒有講違憲之餘 沒有講違憲之餘 我只是說跟憲法徵修條文 第三條第三項的一指不符 他的精神不符 沒有所違憲 跟第三條一指不符 然後你剛剛回答周春明委員的時候 你還說其實目標沒有錯 但是手段跟方法有爭議 是不是這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請教秘書長 你認為我國 我國現在對轉型正義做得怎麼樣 做得不錯 做得不錯 對 好 來 我們來看 再下一頁 這個是最近公佈的一個民意調查 百分之七十六的人民認為說我們的轉型正義做得不夠 所以要求立法院針對轉型正義要認真做下去 那你說做得不錯 那這個差距 對一般人民對於轉型正義理解了解應該有限 理解有限嗎 對 所以才會呈現這樣 對對對 從來轉型正義在這一次提出來 像今天這樣廣泛討論的很少 很少 一般人民坦白說不太了解 所以你的意思 大家有很多政治上的差距 對 但是事實上調查出來 是這麼高的人對轉型正義 不了解 那不知道是說 用什麼 因為不了解或是其他原因 反正就是這麼多人認為還沒有完成 好來 那我想回到第一頁來 那轉型正義條例 我們這個促轉條例裡面 標舉這四項 包括政治檔案的公開 包括威權象徵的移除 包括不當黨產 包括促進社會和解 民主黨對這四項的標舉有什麼意見 哪一個不應該討論 轉型正義 哪一個不應該討論 轉型正義不單只有這些 不單只有這些 可以增加嘛 那當然 但是這四項你沒有意見 就是內容的問題而已 可以把它內容 我們都沒有意見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在下面 好 有關這個不當黨 有關這個政治檔案的公開 這個其實我在3月22號 我質詢這個張院長的時候 我就提過這個問題 我說我們過去有很多威權機關 有很多的政治檔案 到現在都還沒有公開 那你知道張院長怎麼回答的嗎 你知道張院長怎麼回答的嗎 我沒有留意 來 下一個 張院長說 行政院要馬上啟動清查盤點 該移交的趕快移交 這是張院長的態度 是是 對不對 所以行政院現在也應該這樣態度 你們還有一個月嘛 你們還有一個月 你們該交的就要趕交嘛 沒有錯吧 沒有錯 沒有錯 那這裡面其實我問的檔案 其實是法務部的檔案 法務部調查局 特別是過去有所謂的 安康接待式的檔案 那其實根據調查 98年3月23號 司法委員會就要求調查局 做這個政治檔案的清查 然後調查局做了說 我1243案交給了檔案局 然後99年1月19號 又移轉了8件 5月28又移轉了15件 6月28移轉了79件 2月12 103年2月12又移轉了25件 然後4月11號在我質詢完以後 法務部給我一個回函 他說我們總共清查了 一間轉交了檔案局1388件 這個是法務部的努力吧 這個法務部的理財事 這沒有錯吧 沒有錯 沒有錯 那我想請教 我想請教 秘書長 你敢知道現在有關政治檔案 特別在安康接待式 總共有多少檔案 你知道嗎 不知道 我告訴你啦 司法院的統計 有關白色恐怖的案件 總共有6萬到7萬 但是行政院態度不一樣 行政院法務部態度說 我們大概只有2萬到3萬 但是不管是2萬到3萬 或6萬到7萬 調查局 法務部調查局 還有法務部其他 交出來是1388件 是不是距離實際的狀況還很遠 來 那個理財事 這個當中是有差距 有差距嗎 那我3月22號質詢完以後 你們做了什麼努力 沒有 沒有努力 所以 院長在3月22號指示以後 你們店裡白說的 我白說的 是這樣嗎 所以我質詢反正 不過我們的努力就是 就是您那個 PowerPoint上面的 不是啊 這是我問完以後 你們回覆的罕見 那我現在問的是 3月22號 院長做得這麼清楚的指示說 趕快清查 那清查了多少 有沒有做任何努力 那清查裡面 因為我3次不是 做這個工作 那我在 我再看裡面 你不知道嗎 或許有做 不知道就不知道 對 不知道就不知道 那我的了解 我已經查過了 你們法務部 沒有任何動作 沒有任何動作 這是張院長指示啊 那這是我總是詢問的啊 結果 反正管他的 反正你委員很小 現在應付應付就好了 是這樣嗎 應該不是這樣 這就是你們的態度 來 接下來 繼續 下一頁 那現在檔案法還涉及一個問題 如果檔案法涉及公務機關 其實檔案局可以去處理 那如果涉及不是公務機關 比如說黨司館 比如說其他的 那現在怎麼處理 來 秘書長 這個我請他來說 來來來來 陳局長來 你們現在怎麼處理 方委員那個 如果是在民間的檔案的話 那依照檔案法的規定 是要用 捐贈受託保管 或是收購 那換句話說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有很多 確實有歷史保存意義的資料 在國民黨的黨史館 那我們檔案局希望把它收回來 現在依據檔案法的規定 沒有權利嘛 沒有錯吧 沒有強制力要求他捐出來 對不對 那這就是要政治檔案法的理由 沒有錯吧 沒有錯吧 下一個來 好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交 對民間機關你們毫無辦法 再往下 來 我另外 來秘書長 剛剛講的是政治檔案的問題 另外在這四項裡面還有其中一項是不當檔產的問題 我3月8號同樣質詢我們張善政院長 還有質詢陳文仁部長 說如果有不當檔產的時候怎麼處理 然後其中我標舉出來就是 副聯會 那我請教民政 這個內政部民政司的 在我3月8號的質詢以後 你們對副聯會做了什麼動作 是跟委員報告 我們持續跟副聯會溝通 我們也發了四次公文去 那以最近一次我們內政委會有一個臨時提案 就是說 希望我們內政部能採取人民團體法第58條的法則去處理 我們也正式的行為給副聯會 我覺得他們最近已經內部有點壓力了 那他們 有壓力有壓力了 對那他們一直私底下跟我們抱歉 好來回到上面一頁 來 這個是張善政院長在3月8號回答我說 他說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設法釐清這麼多年來 969億的鬧軍捐到底哪裡去了 是否有用於鬧軍等相關用途 這是張善政院長的指示 請問你們內政部做了什麼 發寒 發了四次寒 發了四次寒 沒有錯吧 發了四次寒 那我請問發了這四次寒以後 副聯會有沒有理你們 有沒有交出他本來應該交的財務報表 有沒有交出他們應該有的這個報告書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的話 那請問你們內政部如何處置 你們如何處置 下一個 這個就是他交給你啊 我就是不交就是不交嘛 我就是不交嘛 你怎麼樣 然後張善政院長已經指示了 然後內政部說 我就沒辦法了 我對他就沒辦法 他比我更大 我會 部聯會比 內政部還大為 所以 我沒有辦法 然後 我們內政委員會 我在內政委員會 我們才要求說 你們要去處理 而且我也告訴你們方法 告訴你們方法 就是依照人民團體法 58條 可以撤銷 可以備紙 可以要求他這個解散耶 你們做了沒有 我原來在限期改善 沒有 什麼限期改善幾年沒交啦 幾年沒交啦 從來沒交過 成立到現在從來沒交過 這違反人民團體法的規定嘛 你們從來沒有動作 沒有錯吧 沒有錯吧 來 我請教秘書長 最後一句 所以今天不是手段的問題 不是方法的問題 不是我們要鬥爭的問題 今天是我們該做為 而沒有做為 3月22號 張山政院長講得這麼清楚 法務部趕快去調查 沒有動作 3月8號 張院長講得這麼清楚 內政部趕快給 婦聯會 說到底要怎麼處理 沒有處理 這就是你們現在的態度 這才是轉型正義 推不動的真正原因 謝謝 好 謝謝 這個我們上午 尋答到這邊 我們下午從蔡玉委員開始尋答 現在休息 好幾點 對不起 下午2點開始開會 好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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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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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